老師我們今天來宜蘭晃晃走走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邊看到的一些公共建設 這些路牌 標牌 上面少了一個什麼 少了什麼 少了那個落成的建設者的題字 像我們這裡也沒有啊 我們這邊在宜蘭運動公園 那個是陳定蘭他在縣長任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設 包括我們說不只是這裡 羅東運動公園 東山河運動公園 他通通都沒有題字 好奇怪喔 照理來講我們都會看到 誰誰誰題 誰誰誰落成 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子 應該這麼說啦 陳定蘭曾經講過你知道嗎 建設的錢是人民的 我只是一個監工 所以既然是人民的 他不用在那邊趁熱度 留下他的一筆一畫這樣 當時運動員在蓋的時候 因為在施工嘛 有民眾晚上騎機車過去的時候 因為有那個轉彎處有個小土堆 那沒看到 清到 不會有人翁身他 那他往生之後 雖然家屬沒有怪他 就是橫貨嘛 OK 但是陳定蘭在知道之後 他開始下去去查這件事情 那他發現 雖然施工單位 他們的標示啦 什麼完全都按照法規 但是仍然不過完善 所以他居然自己幫對方 寫狀子 狀告縣政府 他自己告自己 自己告自己喔 他這樣子的風骨也很厲害耶 沒錯 你有沒有來到這邊 看到這個林茵大道 很舒服啊 兩排樹 我跟你講 我剛剛有試過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是看不到下一棵樹的 特別的筆直喔 我站在那裡也看不到你了 對啊 為什麼這麼直呢 因為當初陳定蘭在蓋的時候 他做鳥摸的 他是非常丁精非常謹慎的人 他當時要求耶 第一棵樹 往後看 不能看到任何一棵樹 他還拿著 這次不是拿狼頭 他還拿捲齒 一根一根的梁 所有的距離 什麼都要一模一樣 他還下班自己來拿 他還沒有用到公物的時間 沒錯 然後他這樣子的一個性格 這麼要求細節 那果然反映在他去當這個法 法務部長 他其實後來 他當 他在這個縣長卸任之後 他連任了世界的立委 那更在2000年的時候呢 我們阿炳就召他入閣 擔任法務部長 綠色執政的時候 聽說啊 他那時候啊 真的是一上任之後 就掃毒掃黑金 甚至他立刻就在高檢署 成立了茶器黑金行動中心 沒錯 他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那時候 亞洲的華爾街日報 也注意到他了 叫他亞洲的聯邦密探 跟黑金克星 甚至少在那一年 2001年立刻反映出來了 因為有20多個黑金立委 就這樣沒動算 沒錯 那個真的堪稱是最乾淨的選舉 因為他那時候 當法務部長雷力風行 他在掃蕩是不分黨派 不分藍綠的 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不只是外人 還有自己黨內的人 所以才被冷凍 所以後來他在同年2005年的時候 他決定回鄉參選 第三度參選現場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一模悄悄地找上他了